这是21世纪教科书式的香港动作片 派拳 摔跤 柔道 散打 巴西柔术 以默默镜头堪称MMA格斗指南 郑子丹一套动作设计猛如虎 却吓得替身临阵退缩 邹兆龙表示拍完此片不敢再接香港动作片 而吕良伟在拍完电影后直接变成了半个飞人 短时间里生活都难自理 这部片子到底把演员们折磨成什么样子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电影《导火线》的幕后故事吧 电影最初叫破军 据说是叶伟信和真子丹以杀破狼为基地创作出的前传 但是因为片名的版权在黄柏高手中 而黄柏高将版权留给了吴金 所以剧组不得不改名 不过也有传言说 这是真子丹在叫板托尼甲的道佛县 为了正式猜测还提出了一个论据 说本片中真子丹面对的最终大boss就叫托尼 传言是真是假 咱们说了不算 官方大佬只表示 电影改名可不是因为这些俗气的原因 他们是在敬畏玄学 破军星又叫耗星 寓意世间万物必先有破坏才会有建设 然而开进后 剧组演员包括主演和武师们接连受伤 严重影响了影片的拍摄进程 于是为了极力决定更改戏名 才有了导火线这个名字 前面讲过 该片最初是杀破狼系列的前传 所以电影的动作设计仍然奉行综合格斗 而影片最大的看点 无疑也是专业 接近实战的格斗打戏 以往的很多香港动作片 都是打着真功夫的噱头来吸引观众提高票房 然而在时代潮流的更迭下 现实能打 但拍戏总是各种动作的套招 很难引起新一代年轻人的目光 所以在拍摄导火现时 为了营造出力与动作的美感 同时避免电影过分卖弄血腥暴力 真子丹特意请来了韩日美泰等国的搏击高手 花费整整一年时间摸索动作的设计 所以影片结尾 真子丹和邹兆龙八分多钟的动作戏中 两人展现了数种MMA的经典格斗技巧 从拳到腿的肉体撞击 再到激烈的膝盖肘关节迅猛攻防 搭配上镜头语言带来的视觉刺激 完全不像是在看电影 更像是身临其境的生死搏斗 不怪他能在上映首周就拿到2000多万票房 还包援了当年香港金像奖和台湾金马奖 两个奖项的最佳动作设计 电影口碑是1.1的好了 但是这一来可苦了众位演员 就拿世行宇来讲 在拍摄他被真子丹过肩摔的戏份时 世行宇本以为钢丝是用于保护自己 可没想到的是 钢丝是为了将他摔得更高更远 于是世行宇在毫无防备之下 直接被摔到左耳耳膜穿孔 好几个月才恢复听力 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 这部戏原本是有替身的 离上阵前替身觉得动作太危险 死活不敢上 世行宇不得已只能亲身上阵 之后两个月里替身虽然穿着世行宇的衣服 不过一个动作都没踢到 大反派邹兆龙也不轻松 本来他在好莱坞逾越的拍戏 郑子丹一个电话就把他拉回香港受罪 因为为了呈现出更好的综合格斗效果 演员们只能获得一些简单的招数示范 真正上阵拍戏时 一个受不住力道就会引起流血事件 所以拍完该片后 邹兆龙休养了三个多月才缓过来 还对真子丹讲 虽然邹兆龙嘴上是这么说 但是六年后 他还是和真子丹搭档了一部特殊身份 除此之外 这段模型舞蹈大家还记得吗 片中饰演扎哥的吕良伟无比嚣张 可戏外的他却被音乐得很惨 真子丹拍戏是出了名的吹毛求疵 达不到理想效果就要重拍 武士受伤换一个接着来 所以吕良伟在对打时 每次避重就轻就会被喊咖重拍 以至于他在和真子丹开打过程中 常常因为过分沉浸剧情 连自己受伤了都不知道 直到拍摄结束 吕良伟才意识到自己的大腿机开裂 而在拍摄枪战追逐戏时 从AK到散弹 吕良伟打了几百发子弹 直接将自己的耳朵搞了个耳鸣 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 右手更是连衣服都扣不上 日常生活完全需要依靠妻子 吓得吕良伟直接去往医院治疗 你是不是觉得真子丹对别人太狠 其实他对自己也不留余地 看过真子丹电影的小伙伴都知道 他拍打戏相来很拼 这部戏中又有很多打斗场面 导致他在拍摄时 因为伤患 尾龙骨至盆骨被压缩成妻子型 恶化下去还会影响呼吸 可是哪怕到了这样的地步 真子丹也只是休养了一段时间 伤痛稍有缓和 便回到片场继续拍戏 甚至坚持不用替身和补掉微雅 就是这样的态度感染了古天乐 古天乐开拍前就开始锻炼体能 拍摄过程中也自食其力 让替身没找到一丝上场的机会 还主动地发表意见 给邹兆龙临时添加了死亡凝视的文戏 加文戏没问题 重拍打戏也没问题 可出前的黄柏鸣有了大问题 本该在12月份就刷青的电影 一给人推后了三个多月 超支了300多万美元 黄柏鸣可是受不了 提着好久就来到片场 跟导演主演们一通吃吃喝喝聊聊 电影才正式刷青 香港动作电影是一众人的生活 即使现在有所消沉 也很难回到东方好莱坞的时代 但是成长在那个时代的老粉们 依旧对他满含信心和期待 电影刀火线也许就是从那时走出来的演员们 不依靠颜值卖弄 不选择特技衬托 单纯用拼劲和血脉喷张的全来脚网 和大胆细心的尝试 创作出的令他们和观众都幸福的现代动作电影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有想要了解的电影幕后 或者对电影有不同的见解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讨论 感谢大家的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